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人是极少数 大部分人是要经历过心理上的崩塌之后 才能有一颗大心脏 但是我真的是很赞同平衡星的话 就是你再大的失误 你也要敢去操作 不然你没有位置 现在比赛还没结束 是的 输赢还未定 但现在AG啊 主场再加上现在领先了 而且是一个反超 他不是一上来就领先 没错 我说因为是什么 今天在成都一场会的主场 对到的摄手是Eno 他上把还拿来MVP 对于封销这个信任者来讲 他心理压力是更大 这个没办法 人之常情 是考验他的时候 你得跨过这一个考验 你才能够成长起来 他这两码的失误可能稍微是多了一点 谁不是这么走过来的呢 确实 就粉丝嘛 管TDG的粉丝 如果喷两句什么的 再正常不过了 你打得不好出失误不让人喷嘛 没那个道理 但是喷归喷 说你归说你 你该怎么打归怎么打 这两码子事情 是吧 是的 AG这里直接搬了桥里 跟红色方的办法 没什么变化 来到蓝色方 一场露娜又来了 最近一场露娜有点多 哇 哇 都是相当的仔细 又要玩首约那一套吗 我是这个世界的梦魇 吕布加纳克露露 魏央确实是经历了 这几个赛季的磨练 成长起来 没错 你不觉得这很熟吗 这个上场MTG打意思大一样 是的 我左边一抢露娜 右边纳克露露加吕布 对方是公式打法 那左边首约 要不要 首约蒙田 首约蒙田 没有 双和毛大哥 我还以为直接来 我猜一下射手是什么 不过不搬戈亚出个戈亚 应该会被搬 那出个蒙亚 出蒙亚 打中期 出个敌人杰 敌人杰被 TDG拿了 就看戈亚二轮是不是要直接给搬了 狠一点啊 搬个戈亚 再搬个蒙亚 就是比较考验 AG这边应生去怎么选 还有加罗 对吧 明星配加罗 加罗 相对来讲 好切一点 是好切一点 戈亚灵活一点 全搬了 全搬了 那就只能配 张飞牛魔 牛魔用了 张飞 好熟悉 这个PP好熟悉 泰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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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迪组合 留了个中单 中单的话 后边看情况 补不补火舞 这种好像以前那个传统的 一孙养 一孙养四爷 就是一个辅助养四个盒 确实目前三盒了嘛 火舞不好吧 如果补火舞就是有点难打了 又蒙田对吧 对啊 就没有必要赢了 然后又多了个盒 海月 对 保镖 限制一个位置 我对掉你一个盒 但其实这把 TDG严格来讲 就没有前排 全是往里怼的 唯一的前排可能是太矮 对 这把海月要拉前排 要考虑一下 对面前排可是吕布 对 拉进去容易出世界 挨打 那什么来西奥吗 我们两天见过 来西奥 来西奥街民视野人前两天看过 线上压制力非常强 没有那把 就打很快 那场 众生之后 金蝉 结尾 拿海月 金蝉 打工大 玩梦乾坤 是很有成就感的事 周瑜 加低 哇 雕蝉吗 雕蝉行吗 雕蝉加纳克鲁双发育吗 是很有成就感的事 雕蝉跟纳克鲁蓝有点不允许 周瑜还是会好一些 周瑜加敌人杰处理蒙田的能力 非常强 再加上推塔的能力 周瑜 敌人杰 那可露露 吕布 蒙田都怕 是的 某种意义上来讲后期都能打 就这套阵容确实没有强控 但是她如果露娜进场吃了一张黄牌 爆发可真是够啊 但如果没吃到黄牌 那就是为杨秀 现场座无虚席啊 几乎没有一个空位 或者说就没有一个空位 会不会还有站着呢 肯定有 现在观众都站起来了 那肯定要打到这个时候了 谁愿意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输到这场比赛 就因为人太多了 我们看不清那些牌子的内容有的时候 是的 所以达布老师给我们推个特写 这种现场的氛围啊 就看选手们到底把它当成动力还是当成压力 在这种现场打比赛应该是非常爽 破影吧 应该是 全场的焦点 实名选手 对 一战成名就在今天 到底有没有机会看到决胜局 不得而止 今天虽然TDG是客场作战 当听到他们现场的观众的呼声也非常大 不逊于AG的主场 是的 但其实AG在那局比赛打完之后 自信已经逐渐被唤醒了 就从他们拿到了主场首胜之后吧 这个赛季的首胜之后 这队伍就慢慢慢慢的变好了一些 我也找到了他们的那个求胜攻势 怎么说 首先需要三下几吗 首先 足够强硬的前排 第一点 一定要够硬 最好是双前排 第二点 保证射手位的对线情况 刚RW下那个很像 第二点 第三点 打野位 最起码不能是太弱势的 那也有点像RW下 所以说大家差不多 好了 进会比赛 蓝色方成了一场会 蓝色方广州TTG 目前蓝色方2比1 赛点军 加油 加油 维持 加油 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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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这种可能是第一场打完RW下 受了一点点启发呢 我觉得是根据现状而做出的调整 就这个点在短期内一定是一件好事 你要根据你的现状去赢下比赛 但是对于长期来讲 你一定不能沉溺于这种舒适区 确实 就是你一旦沉溺于这种打法的话 你一定很难走得很远 就会 就比如说分到同组之后 那同组的那些战队 很容易就被他们研究 对 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个赛制好 因为你如果一直在一个环境下不动啊 像以前大家都在B组 你不会的我也不会 大家都不用研究怎么解决问题 现在就是要你要去打到比自己强的队伍 你去发现自己的短板 然后去解决它 就找到现状的解决问题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变强 对 就是利用现状 向上兼容 向下包容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情 来了 TDG入侵野虚 反小野啊 阻止露娜生死 露娜已经死了 吃甲能反慢 拉脱了 看到露娜死了得撤一波 容易被乱飞 毕竟没空啊 对 拿个露露 想扑 扑了一下 给一套 炸完露娜进来了 吸再飞 再飞了 再飞过去 一斜到手 拉走 不好走啊 一断大就不好走了 拿个露露这个位置还想弄手 你没办法 下出闪现 临死交出来 但是他闪早的话过不了墙 对他现在很纠结 这个位置我们看到很多次 他闪早了过不去 闪晚了走不了 对 闪现交完能走吗 被穿到背后 不然很细节 开大 开大招 露个背 再挂一下 极限换 可以 换掉了就不错了 但轻轻有点舒服了吧 确实双buff在手 这旅步前期的发育有点好了 带的还是爆裂的灵魂 对 穿成 飞起来 人群当中 不好 看到一个隐患 确实这个露娜不是很好处理 露娜进场之后 没有足够的爆发 她就是能飞起来 嗯 但上一波微秧是 但是我不知道她是介于没有 快没蓝了 她选择断大撤退还是怎么着 反正她断大跑肯定是很难跑 不不好说 上路 砸 二技能绕背 普攻 叶安 往退一步 开起大招 强制圣斗士 塔伤了 又被蒙田临死前 A雷强出来 又给大了 放火 烧 吹 一打五 没问题 哈哈 这把忽然感觉很主动 不然 确实 找机会就去打 主要是得限制露娜的野区啊 你要让她正常发育 中期就很难 很恐怖的 周瑜 放火 往前是个位置没有大的 露娜来了 露娜到了 分一下 直接断大了 但吕布也没大 够不着 如果吕布有大 有了 封住了一只 消一下 再到塔下了 但是够不到啊 另外一边 娜可露露跟他一针 杀掉了韩月 都在都在都 娜可露能不能赶上露娜 追上了 都上去了 二连击破 这波从中路杀到上路 机动性打出来了 不然这把 起飞了呀 前面打了好多架 他拿了好多头 对 一个娜可露露前期加速的发育 很恐怖的 这个英雄他是一个 后期的绝对大核 但在上一个版本 基本上吃过的一次大都没人敢用 对 上版本野区特别容易被禁 这个版本还算好很多了 如果让TDG这个阵容完美发育起来 那就是一力破万法 没有别的说法 就是伤害高 对确实 吕布恰娜可露露 简单暴力 对 就当你伤害高到一定程度 控制是什么东西已经不重要了 不需要了 就是你有没有见过一种 从天而降的长法 这两个英雄就是这样 这两个人 一人 一个大 对 AG要稍微小心一点 因为现在的不然手里握着四个人头一个主攻 暗女战斧已经有了 而露娜还算 刚刚做出自己的一些续航装 战断完清清肯定 要配合不然提速了 不然这里肯定是不怂 这个装备的话 你不打就浪费了 好压露娜 还要追 打不过呀 要起飞了吗 没大了 刚刚铺 铺完一套了已经 但是这野区你怎么办 哇 就硬抢 这个就是压制力 土匪式的 我单对位拿到经济之后 我就不可能让你 过得那种舒服 对 大爷 闪现 躲了 没关系 海悦这里大招很快的 会返还75%cd 如果没拉成功的话 不空了 不一样这波可以秀的呀 不行 没钱没钱 好痛的 太痛了 大招都没达到啊 对啊 我还想纳克鲁大招没了 但是算了 耶 好痛 感觉看这个伤害刚才砸到要秒 哎 拉了个吕布 吕布这个时候 先正面 摄了张黄牌 中路 出来的一瞬间 有个纳克鲁鲁 再接个坊间画展 再一个普攻 又一个人头 无坚不摧 哇 走到哪儿杀了 因为在职业联赛当中啊 大家是同一个选民的队伍 开局让一个纳克鲁鲁拿四五个月头 你控制不住是正常 真的控制不住了 现在 所以打排位前 看到一个4-0的纳克鲁鲁 你也受不了 你觉得这局很难打 对 对 对位压力就会很大 你在带边线的时候 尤其是露娜本来是要拿线权的英雄 你现在还要畏畏缩缩 等着纳克鲁露头 你才可能去带这条线 没错 张脚一人支持 AG 其他人都看到TTG的阵容 开龙了 主要是下路 AG常会的这两个连体的双人路 并没有打出足够的压制 因为封销这里的经济 我刚看一眼 是和伊诺应该是差不多的 就看两个塔的血量能看出来吗 下路的塔也差不多掉了 看经济上的话 其实没差 射手位 仍然的装备选择了 先是不祥 保证自己坦度啊 他都不敢直接出爆裂法 情况不一样 因为前两把宝大哥 全部都是正面刚住了 射手就能输出的阵容 是吧 上半区有点崩 对 这把的吕布跟纳克洛洛 这种从天而降的打法 你正面蒙田不一定掃的 而伊诺这个点的法力 其实还必须真的要有三件套 对 这把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 如果可以的话 长生要牺牲自己 尽可能的把不然盯触 如果他能够把不然带走 即便是死了也行 在里面都是赚的 不能让这个纳克洛一铺一片 对 你可以铺一个 可以把他带走然后死 但是你一定要把他带走 只要能带走 他就做出了足够的贡献 对 正面少了一个大哥吗 对 正面吕布封魔了 红buff刷新 这波TDG要打 但是红buff要被秒了吗 他一闪炸 两个 吕布在接伤害 看海悦 防不住啊 蒙田正面分割战场 已经得进去 拉开空间 对 还想捕到了伤害 收掉吕布 这波依然蛮关键的 应该及时的拆火 拆火 保证了这个 长生的海悦的生存 是的 其实海悦是开了辣招 加了一部分免伤 他开辣的时候 然后保证了自己 没有低时间被秒 但是那个链子是被扯断的 反进吗 有想法 没看到了 黄牌被中 好了 但是红buff进去没有反掉 纳克鲁鲁鱼 扑进去 闪线被躲了 拉一步 这波闪线躲的好 这一瞬间 所有观众的 两边观众的心脏 都是揪在一起的 一边是啊 一边是啊 对 要不看经济 8000的纳克鲁鲁 这个就强调彈幕 那个观众举那个弹幕 高好想一屁股做死 就是那个 这个时候纳克鲁就可以做到 对 他现在跟个炸弹一样 人形轰炸机 还有破军 对啊 他还要做个魔女 就是为了后边海月拉他进去 他稳定吃海月 是的 因为海月这把出装也是暴力流 直接回响 他经济差太多了 对 他没经济是吧 前面死了两次 露娜又也去亏了很多 自然而然会去中路找捕 导致了他的经济太低了 没错 他基本 尽量把自己就当个保镖先用吧 但这把不一样的点是 TDG虽然现在进攻也没有特别理不畅 但他不怕拖后期 拖一下 他不像前面那局拖到后期包的 这把是后期有绝对的后期 对 但是AG这把后期看来消 是的 就以前的话 能跟这两个英雄拼后期的 只有鲁班旗 人家其他的都不行 这把有来消加冥事 也可以拼一下 暴力组 是的 而且莱西奥他具备一点点刺客属性 就是他的二技能 可以隐身越强体 当你觉得你在这种墙后边安全的时候 然后莱西奥隐身过来把你给偷了 没错 就像上一场 长生直接法穿梦 看了一二三剑魔抗装 都这个位置 他有混合的 是也站得点深啊 这波没太大必要感觉 一个人在收红 一个人在开暴君 这个位置太深了 出不去的 秒了 好快啊 13秒把这个暴力暴君给打了 你也不看他兜里多少钱 他单挑的 露娜的发力期 TDG是很好渡过去的 就看后边怎么去切射手了 这个露娜也可以当做保镖 还在刷 阿斗的太医都做好了魔女 三界魔女 她也破魔刀了 团战要看一下莱西奥怎么操作了伊诺这里 在下竹的配合之下 封销也掏出自己的破晓 封销也掏出自己的破晓 不然感觉在做最后的战备 也许扫完了 经级差6000左右 好破晓了 来笑这里终于三剑头 这个一万的纳可露露啊 纳可露是准备再做个不想吗 是吗 他出了个护甲 这么极致吗 不补输出浪 前排就一个嘛 那我打不打前排情况下 我其实不出碎星锤 伤害也够 也行 他是这么想的 什么都有道理 然后我打前排我就用被动 最大生命值伤害 没毛病 这是真稳啊 你看他的那个护甲 又是合成守护者之凯 那合成不祥征兆 不祥征兆 真的是诶 他730出来了 后边做出不祥之后 这个莱西奥打他也有点 他是要进取跟莱西奥肉卜 我看到了 对对对 他的二技能打的人越多 回的越多 今天一定要给伊诺雕走 是这个意思吗 这是优势局之后 我不需要做太多的输出装 对 保证自己的容错率 夏初探了一下视野 摸出来了 看这波龙 TDG怎么用 通宵有点吃不消海悦的伤害 通宵没有魔抗 周瑜加迪安杰 这个拆塔其实也蛮无解的 不需要兵线也可以 对而且他不需要 进塔的范围 那就是地形扑过来 来呀 单路侧面起飞 给阿里 得掉 只要AG不开这波团 那这个塔迟早要被 早晚就得掉 只要他不进塔 就拆你塔 下路两条 打着暗影之境 这波TDG有可能会开 感觉应该还是往上压一压吧 毕竟对方赛 应该不会太猛 我感觉 估计还是塔外慢慢先摸 看下交技能的情况吧 他也不是那种 非要速斩速决的阵容 打开 他都得着急了 确实 但是把人位置给压走了 直接拿了这个高 进退了 没必要那么紧张 我觉得很少看到 豆子哥都有点 慌乱 因为这波是有暗影之境的 他们在这个上面 打有10%的免伤 是横手要把这波团线压过去 所以就打起来之后 他们有优势吗 是的 如果能终结比赛最好 宝贝中了 加一个吹火 九尾的伤害 跟风霄的伤害 瞬间打掉了 一半的血量 三高全破 这样比赛又有打满的味儿了 正面 舔进去 炸 大个露露 起飞 但没降落 露露进来 瞬间被激活 吕布反跳一手 人去当中反挂一下 来笑 吕布被拉走了 拉走了之后 直接用闪线 想去肉搏海域 虽然都在等着他出来 出来了 大个露露铺一手 出来 吕布撕血没有死 坚持到了最后 开大招 想上吗 有一闪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感觉能一闪 但是不上了 又跟不上 手兵剑 保留了一次希望 水晶还在 但现在AG的压力太大了 面临的经济差是接近1万 然后TTG这里又人手一剑 几乎人手一剑魔女 除了迪玉杰 然后防具又很多 就感觉伤害 就全部压在来笑身上 来笑也很痛 吃不消啊 虽然他是一个AOE 自带百分比伤害的射手 但他没有太多的输出时间 没错 输出环 纳克隆隆一个让后卫 但是看到的有点多 蒙天卡住他了 还是开龙了 这套伤害龙要拿 这不准备放啊 这也要打吗 我觉得不合适吧 刚刚高地也都没打 没必要为了这条龙 这条龙不知道 还是为了水晶屁一波 然后再等等莱西奥的装备 莱西奥还差一件装备 主日 来增加他的射程 经济差一万 就这局比赛确实是在 不然拿到优势之后 也去经济扫荡的太厉害 他前面是太顺了 他现在身上有两件防装 这个容错率 他比 他比莱西奥比露娜都容 现在要送进来 这波A就好像不接也得接了 轻轻跳大 先上轻轻跳大 飞机跳台不错人群当中 直接挂到了下轴 开了节奏 一直压着 把MVP刻在纳克鲁鲁的翅膀上 把时间交给评论席 广州TTG单评比分 沈老师刚好还在聊 第二次来评论鞋 就遇到了加班 上一次虽然是狂人老师 但没让他加成班 所以问题的原因 可能不是狂人 可能是李久 我觉得你说的对 那这一局比赛的话 其实我们在下面有聊到 觉得CD他这两把 其实拿得挺不像他之前 去搭建这种体系 就是在于射手位的一个选择上 因为前两把 我第一次听 我的C要比你大 就是从CD和张凯那听的 实际上就是 你看他前 他二三把是想打一个快节奏 没打出来 这把的话 就是更多的 前两把 阿斗完了把牛摩 完了把张凌 封销我的游走不保我了 他去带节奏了 然后这把的话 就去选了一个太乙 然后下路打了一个 一直想去打一个推进嘛 然后主要还是说TDG TDG从第一把我就在讲 他们第一个大场打比赛的时候 我给他们上中野 是打了一个满分 就是这把又是 把上中野的节奏先带出来 在你下路双人组 尤其是在新人射手 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这把上路出节奏 那可路就直接把比赛监管掉了 然后一度我们看到 那可路的经济也非常高 谁人觉得这一局呢 是的 因为他们第一波那波节奏 虽然说路纳前期是杀掉太乙 但是他被后面来的 那个那可路路杀掉了嘛 然后那可路路前期那节奏 基本上就很顺了 对 对 因为我们发现 路纳在这一局 她是一个红开嘛 她是想往上刷 一方面呢 也想去争夺那个赤甲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想去帮蒙田 去压一下旅步 然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双方在上半区 包括在上路河道那边 展开了非常多激烈的碰撞 对 但是你可以看到 三广罗TG这里 就一直在利用 小鸟前期的优势 以及周瑜在前期的强势 不断地压进 路纳的一个红野区 然后小鸟也是频繁地 在中路击杀海域 又在上路不断地造成击杀 拿到了非常多的人头 所以说这把就是 下路的压力就会很小 这个我觉得对于新人选手来讲 这盘真的好 他们整体的现在 互相帮助 包括就是有 因为选手实际上就是这样 他不可能打比赛的时候 尤其是在常规赛的时候 不可能每个人 状态都打到最顶尖 最顶尖 这样的一个互相帮助 互相帮扶是非常好的 而且我觉得广州TTG的教练组 调整的策略调整也非常快 而且一下子找到了痛点 你像在这一局的话 给阿斗选择了一个太乙真人 可以复活 然后给了封销多一点的容错率 再加上封销这一局 玩的是个敌人节 有二技能 也没有那么容易阵亡 对 安全感满满 所以这把实际上 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下路双人组的话 这把就 这个数据可能说有人觉得 哎 零参参率 但是实际上这把 实际上更多体现出的 不是说有走位也好 射手位也好 没有作用 而更多的体现出来 这把上中也直接 就是有点说 接管比赛 直接把比赛接管了 给到压力了之后 封销人没有什么反击 就舒服服服服服服服 就挺好的 这把实际上 我本来还想看看 对防御塔伤害的 敌人节这把是真的 就只需要推塔就好了 上半区给到压力太足了 对 因为我们 其实在这一局看起来之前 也有聊到 可能对于封销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他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存在的 然后他这一局的话 我觉得也是让他稳一稳嘛 对吧 所以这把也给他 一个缓冲时间 去准备第五局 对 缓冲的时间 本局的MVP给到了 广州TTG的打野位选手 不然 纳可露露 上一场比赛 武汉Instagram比赛 我们当时就看到 也选择了纳可露露 然后在那一局 他们的中路搭配到的是 一个火舞 但像这一局 中路搭配到的是 一个周瑜 那在献拳的角度上来讲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一次的话 其实也能帮助纳可露露 更快的去成型 对 这一波的话 就是大家都往上刷 然后做了一波争夺 这波阿豆实际上跟的也很好 主要是上来 就把露娜杀了 露娜刚拿到篮 就被击杀了 实际上对他来讲 是非常伤的 特别好的一个开局 真的 然后又是在中路 把海悦也杀了 没想到爆发这么高 下路敌人节就是一个 偏抗压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两波打完 就基本上太难打了 这个双球见谁谁死 挡不住了 这把海悦选出来 两位觉得成都 H上会主要是想去打一个 什么样的画面呢 因为这把伤就是明显 就是我把吕布调走了 而且吕布本身又不是一个 纯前排 这把伤海悦能的 就选择非常多 进可攻退可守 然后把你最前排的人拉走 无论是太乙还是吕布 都是可以的 然后上这个时间点 莱西奥就是随便输出 因为莱西奥我们刚才在 北京微博那场比赛 已经看到了 他火力非常猛 而且这把HP的名声音 火力更猛 实际上它是有个很好的 一个团战阵型的 但是这把确实就是 整个广州TG上中野的 一个联动做得很好 然后没有达到那个AG 想打的那个画面 就已经终结了比赛了 嗯 那神人觉得说这一局程度 AG上会需要哪些方面去优化呢 他们这边 我感觉就是 就是在篮区那波嘛 他们开局 两分钟 那波出了试之后 我感觉他们那波可以选择不打 就那波露娜不用去换那个太乙 因为他前期换的那个太乙太伤了 拖达自己节奏 而且让也让对面那个露露更舒服 嗯 我觉得的话 这个细节需要优化 我实际上我是觉得有还有一点吧 实际上这把的话 明星跟来笑一直是打的一个连体组合 并没有在野区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防守 实际上第一波 虽然说小鸟击杀两个人头 但是小鸟那一波愿蒙田是非常伤的 因为那一波正好是打在了 呃第二波野区的刷新节点上 那波他阵亡了 对他的野区提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 但是那一波杀完了之后 我可以看到就是露娜 他是选择了优先去争下路的核道蟹 并没有快速的去提自己的一个野区速率 此外的话后面的一个野区争夺 我也没有看到一个明视影能够出现 所以没有太好的效果 所以说我觉得这方面来讲 广州TTG实际上 我觉得那波露娜小鸟的强杀是给到机会的 但是没有做的太好 嗯 也是因为成都A集团会 他们在这套这种体系下的一个思路上来讲的话 还是有很多需要去优化的地方 是的 嗯而广州TTG在这一局 我觉得让我最敬佩的一点 就是他们真的能够在一个 对手主场包括对手赛点 双重压力 然后再加上自身在第三局 还暴露出一些问题和失误的情况下 能够在第四局真的说快速的去调整过来 把压力给到上中 也并且他们也站出来了 对能解决问题固然最好 如果解决不了 可能就用换种方式嘛 实际上比赛结束再结束 而且我觉得TTG那个问题 也不算叫做问题吧 更多的是这一盘对于TTG来讲 最大的作用是缓一盘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连续两盘失误 给到选手压力有点大 这盘缓过来了 下一盘继续C 就这么简单 那中老师觉得说 从双方 现在还剩的英雄池里面 去搭建的话 到了一个决胜局 哪边会更有优势呢 因为我们拜方选边的话 第五局应该是成都 AG上会是可以有些人选边的嘛 这个点的话 实际上今天两边来讲 看的不是阵容 这边明显是感觉 一个是看谁的后期的核心更大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看谁的失误更少 特别明显 但是我觉得阿豆现在手里面 他现在宝的辅助 是鲁班7号用过了 然后他也用过了 他手里还有个张飞 我觉得这个点是后面 要优先去拿的 好的 让我们共同期待双方的决胜局 把时间交给解说戏 一个帮助 帮助 其实就是 有关的 来 我 跟你 我